creative technology atomic boom HOO This is what I'm talking about 我是L ok 隔了這麼久 elaborate 最後最後一樣商品啦 來啊各位 就是我們這個 Carmen Rider VAIA 好不好 我們的CEO Carmen Rider 這應該是 Carmen Rider 最後最後一樣商品啦 因為呢 完蛋! 外賺的話基本上所有東西都發售完畢了 除非日後我們CAMELA 6-1 10週年再推出新商品 不然近期應該是不會再有 但是這最後一項商品其實出的還不錯 幫每一個驅動器都各出了一個強化的衍生套件 尤其是千奇啊 因為千奇說實在他系統太獨立好不好 在劇中他也只有那個東西 而且他還沒有換過鑰匙 所以整天在產品的可玩度上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千奇 不然其實說實在算是蠻虧的 但是今天出了這個套件之後呢 終於有多另一種路線可以稍微玩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稍微幫大家玩一下吧 因為由於他是魂線嘛 所以我最後可以看到我們的CEO XAYA 我個人覺得千奇本身皮刀的不錯看好不好 畢竟五隻腳 然後他改成全黑色的 哇看起來很危險啊 所以整天第一感官是有那種危險期待的感覺 然後再來他全新的兩個鑰匙 不錯不錯不錯 基本上是完全採用紅色透明的一個設計啊 等一下蠻好奇打開實體大概長怎樣 他這邊的話有寫著 並且要配我們千隻驅動機進行使用 他的背部部分 我覺得有點 不是那麼滿意啊 感覺有點太單調 做的有點小小的隨便 最明顯的點就是我們拿來跟昨天的 超級英雄戰績比起來 真的是整整華麗書差了一截你知道嗎 但是沒關係啊 至少他是全新貴的音效啊 OK 那我們把這個講完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幫他進行一個開箱 他另一側竟然是採用全透明的 我以為只是單純實色 然後呢跟大家講一下 我實體看到是更紅啊 啊你們這樣的話會看到一點偏棕色 所以呢 大家拿到實體不用擔心好了嗎 這個話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數據資料 一個話是我們的三角龍 然後後面這個話是我們的石肉牛龍啊 哇有個難力 就像我們這次的CEO啊 他所使用的鑰匙就像兩個都屬於滅絕之藥啊 而且我發現一個點喔 到Karmelada Zew1中後期的時候呢 基本上使用滅絕藥才是王道啊 你使用正常藥就算都是戰力不太足啊 所以呢 基本上在Zew1 只要看到使用我們的滅絕之藥 通常都非常非常強悍啊 你有發現他是透明的耶 好帥喔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個叫Karmelada CEO 聽起來更酷了 但是他叫Karmelada Zaya 我也不知道什麼 OK 我們把這個看完之後呢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雖然他是屬於魂線套組 但是呢 我覺得他沒有達到魂線應有的東西啊 連完結紀念包的等級都不到 所以呢 這個東西我個人覺得算CP是蠻低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們一個個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三角龍這部話 就算是採用全透明的 基本上Karmelada Zew1到後期啊 所有人的道具 只要是那種特別強的道具啊 都是採用透明的 我不知道大家發現一個點 從Zew2開始啊 絕大多數都是透明的啊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但是呢 感覺跟伊甸有點壯大 因為伊甸的話 也是採用全透明的 但是全透明的話 看起來科技感也比較重一些 然後呢 我們這話前面可以看到我們三角龍的圖像啊 雖然有點黑 我最期待是這邊啊 等一下動物交疊起來 看起來已經非常棒之酷啊 然後呢 他的內部啊 差不多是長這樣 基本上就是貼合蓋的外皮啊 裡面的話是有一個三角龍的內骨骼啊 我覺得這萬的機械骨骼 真的設計得非常棒之帥啊 我們把這個講完之後 我們稍微按壓一下 跟大家補充喔 因為他本身跟我們牽情的一樣嘛 所以按壓他就怎麼會彈開啊 這看起來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ARK你知道嗎 但是我覺得套ARK是ok的啊 因為畢竟他身邊是有跟著我們的方舟秘書啊 這邊冒的紅光真的是很讚耶 然後呢 剛才第一下的話就像是屬於我們的軍隊嘛 然後第二下 這一句話就像是我們的軍隊啊 然後呢 第三句話 直接用到總統耶 嗯 蠻驚人的 但是也蠻符合他的地位好不好 畢竟他是屬於CEO啊 然後呢 第四下的話 我們玩到這裡大家應該發現一個點了 他沒有語音 好不好 啊CEO的一句話通通都沒有搭載 這倒有點小小的不滿意啊 因為畢竟這有點貴 然後呢又是灌掉我們的魂線 覺得沒有搭載有點說不過去啊 我要聽說 因為連伊甸都有搭載 結果這沒有搭載 有點不及格不及格 然後呢 再跟大家講一下喔 他這話是可以長壓的 然後呢長壓之後呢 MILITARY HORN ARMY HORN PRESIDENT HORN 基本上前面這邊是沒什麼差的 他這個最主要是 等一下我們在變身時 可以有一個劇中型態 跟產品模式型態 用長壓進一個切換啊 這樣子的話又切回我們的產品模式啊 所以你只要聽尾音那邊 如果尾音那邊有聽起來打一下的聲音 到時候就是 切成我們的劇中模式啊 啊沒有的話就是切回我們一般模式啊 OK這個話就是我們 三角的那個部分啊 嗯真是意外的少 然後呢再來的話我們的 食肉牛龍啊 應該沒有念錯吧 基本上就是一隻恐龍啦 基本上也是屬於滅絕種的鑰匙 因為這邊長這樣 欸跟往常講他這話是沒有展開的 我覺得千奇最可惜一點是 他沒有把這個設計的真實兩個焦點啊 如果是這樣做那就會非常之酷啊 但是也沒關係啦 知道他這整個圖上設計的算是蠻酷的 因為以為他本身是殼啊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他殼一個內構好嗎 所以呢 整天這個話差不多就是長這樣 沒什麼好講的 然後呢我們把這講完之後呢 C喔來進行一個 Henshin Setsu Metsu Evolution Military Horn Perfect Rise When the Five Weapons Cross Swiches Black Vulture Shiok is born I am the President 這個話就是我們CO變身好不好 我要先說個點喔 其實我真的萬萬沒有想到 隔了這麼多年還可以幫大家介紹這個 讓我有一點小小的意外 但是還不錯還不錯 其實千奇的屈辱器老實講 我覺得算是蠻好玩好不好 整個流程就是要先從這邊插入 然後觸發代基因 然後並且再插入另一個鑰匙 插進去之後呢 因為它這邊有個基礎圖像嘛 會再跟這個圖像進一個交疊 然後產生出一個全新的形態啊 所以整天99拿來玩一次 我覺得新鮮度是非常之高好不好 可是我們在遊玩之間 我們先給大家看看 它原本的圖像大概長怎樣 剛才沒有提到 它這個話一樣是我們三角龍嘛 但是呢 這邊隔壁有多了它兩隻腳啊 就是腳掌那個腳 所以整個加熱起來後 看起來比一般大家 更加的寬厚的感覺啊 而且看起來更加邪惡 因為有我們剛才變身那個 是屬於影集裡面的變身嘛 所以我們這邊使用一般版的變身是給大家看的 其實真的來說 這邊應該是不要帶基因才對 因為在影集裡面是沒有帶基因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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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總統 哼 然後呢 我們這段話可以看到它一個圖像 有發現 比起我們舊版Zaya 這個看起來更加更加血 看起來更加強悍 我們稍微測試它這邊按壓會有什麼影響 好,很棒 所以它是混金產品,竟然連這邊一點點彩燈都沒有 有點小小不能接受 那我們接下來能玩地方的話應該就只剩它必殺技的部分 我們一樣測試給大家看 最後尾音還是一定要Zaya那個音效 然後呢它前面的音效其實說實在蠻有科技感 有那種上流社會感,我也不知道什麼 也蠻符合我們CEO的一個人設 OK,這個的話是我們普通滿必殺技 另一個必殺技基本上是要倚靠我們影集中變身的一個模式 Zaya Enterprise 其實千奇在劇中算是蠻獨立的存在 因為它腰帶比較獨立嘛 所以呢,它的必殺特效基本上也算是它獨有啊 現在終於有令人可以跟它共享好不好 算是幫東映省錢啦 因為只要稍微改一下模板就好了 至少它那個特效是有第二位使用者我是開心的好不好 然後呢,這個能玩到的東西就這樣 真的是有一點不足啊,老實講 但是沒關係,我們最後還是稍微測試一下 我們的Z1驅動器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認真音效聽起來也蠻十二的 Z1驅動器 就把音效的話跟原本使用我們 千絲驅動器是差不多的好不好 只是中間的突然真的很帥就是啊 然後呢,再來的話 我們的昇華器來進行測試好不好 MILITARY HORN AUTHO RISE MILITARY HORN 哇,這樣拳摩好帥啊 MILITARY HORN 這邊有點扯,他竟然是採用原音效 只是在把前面再砍掉一點 並非是新規音效哦 MILITARY HOR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真的蠻好听的 所以我就播全部给大家看 C.E.O. BLAST 然后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由于前两种 基本上我们的签字驱动器啊 还有我们的ZO1啊 就算都没有办法出到额外的一个BGM嘛 只能玩到往常那些必杀流程的音效 因为这个必杀机的音效是由我们的钥匙发出嘛 所以呢它的新的音效就是要由这边做一个产生好不好 但是这个也比较偏向于常规啦 并非是属于额外那种超彩蛋那种新规音效啊 没有意外应该射击升华器跟我们斩棘升华器 都可以进一个使用啊 只是我觉得配斩棘这个拳红比较帅啊 所以呢这个BGM就交给大家好不好 大家可以去稍微游玩一下 因为我满喜欢这段BGM的 算是射击斩棘限定触发的一个音效啊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我们这次CEO的一个完整开箱好不好 总归来讲我觉得算是有点不值啦 老实讲这个角色虽然戏分是重 而且算是非常关键性的角色但是呢就是一个常见的反派啦 喜不喜欢就见仁见智啦 但是如果你有买切施去用器我还是建议大家添购一个啦 这样子只好让你的切施去用器设个额外一套系统可以进一个游玩好不好 好一旦就我们这次的一个卡面来啦 这位万事也许如果喜欢请不吝点赞 大家比较喜欢的朋友们再见 掰掰